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后来美军就集中到夏捷雨里 然后当时呢 而且夏捷雨里的机场也完成了 所以那时候美军就利用夏捷雨里的机场 后撤伤兵 然后运来这个部分的这个补给 然后弹药等等 然后当然你说当最后美军要完全决定 朝向那个新南港方向撤退的时候 其实他这个路上他这个路已经被这个 那个支援军截断了 是 所以当时美军还从新南里派出了这个 就从中间的位置派那个 在古土里的这个位置派部队向上要打 然后跟那个那个就是夏捷雨里的部队 要合而为之后才能继续向南突围 是是是 其实那时候其实上来打的时候 也发现有一个我们那个华裔的这个 美军的这个军官 不算对的军官 这位非常了不起 他其实姓呂啦 对 那这个Discovery 还特别介绍过他 对特别介绍过他 那Discovery这个节目把他介绍成李中卫 其实不是他姓呂 对他姓呂 对那他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他在夜间的时候 带了五百个人的部队 上去cover这个F连 然后把整个这个 把整个这个关口守下来 哇其实当时他们是B连 这个B连的所有的将士 都其实认为他应该得到这个国会勋章 然后他拿那个Navy Cross海军十字勋章 也相当不错 对对对对 好我们后来就讲到就是说 他这个地方后来美军就决定要开始 那个撤退 为什么 就是因为也知道整个那个 长津湖周边都已经是这个志愿军了嘛 那你光守住下捷雨里这一块 其实你早晚你还是会被他吃掉 是 你就算有再多弹药 他们现在看到面对到这么多的这个人 这样一波一波上来的这样一个攻势 是 也意识到如果你不撤退的话 早晚会被吃掉 所以当时那个那个陆战第一师 就也受命了 要往这个新南港开始进那个撤退 但是其实这个撤退以美军来说 就当时的联合国军队来讲 他其实他基本上来说 他不把他视为撤退 是 而是把他视为朝向另一个方向进攻 这个是Oliver Smith将军讲的 但是其实实际上也是也是 因为很难啊 因为人家也不让你退啊 我们讲水门桥就好了 各位其实到最后他们要撤出去的那个桥 就是要从整个长津湖地区 撤出来的那个桥 那个水门桥啊 各位各位观众 他被这个志愿军活生生的炸了三次 对而且甚至连桥都炸掉 真的是炸到连桥都炸掉 为什么 因为毛当时就是要能够 他的这个战略构想就是要能够 违肩就是要把你陆战一滴 是整个端掉对不对 然后某种程度来讲也是要为他的这个 这个人民志愿军 在这个朝鲜战争中做一个阳明例外 因为你能够把人家一整个这个联合国军的这个尸 整个尸端掉对不对 那也是代表你即便你付出这个重大惨动伤亡的代价 至少你的这个战略跟战术目标都达成了嘛 是 但是对那个Smith来讲 他就必须要突围 那他的突围就是他的他的角度来说 混蛋我们还不是在撤退 我们是换一个方向进攻 因为其实 因为我们刚刚讲 你桥都被炸断 你等于就是要朝这个方向进攻了嘛 是 而且在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从这个谷土里 一直到那个往西南的这个路上 其实基本上也已经被这个志愿军截断了 他们的军队都剩余的军队都在那边啊 对 甚至当时的26军还受到命令 还接到命令 要从另外一个包 那个地方往这边来包抄 对从那个就是从东面包抄下来 对对对对对 所以当时的状况其实哪有那么简单 你以为你从那个夏捷律你走就可以全部走掉 而且我们要讲一个很不简单的地方是 Oliver Smith将军呢 在当时还决定同时撤出将近十万名的难民 对 就是一起走 孝伟哥这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决定 带着这个难民跟这个伤兵一起走 其实你伤员虽然说有有一定有空中运输 可以从夏捷律里利用飞机车 但是数量毕竟少数 就是是是 以当时来说他虽然有美军那个联合国军有直升机 但当时的直升机 他还是用那个活载那个发动机做动力 所以相对来说他的仇宅能力非常低 你一次能了不起 那种一个人走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所以当时来讲 当时的这个再加上其实在夏捷律里 他们又接受了来自于那个 第三十一战斗团的这个残部 然后其实戴一战斗团带下的这个伤员也相当的多 那但是以美军来讲 那个或者说联合国军队来讲 他们一直有个信念 Leave Nobody Behind Death all Alive 就是绝不把那个战友留在后方 不管你是活的或死的 他跟那时候就是德苏战争打到后面 德军撤手 真的你就只好把一个医院一个医院的伤兵 通通丢丢丢丢丢下 然后那个伤兵等到苏联人来的时候 苏联人苏联人很简单 就通通打掉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想想看 当时对于美军来讲 他们也认为把这个伤员带走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其实在整个韩战 就是当这个仁解军 介入这个战斗以后 由于是冬天嘛 其实说真的 你后来就是说 在双方拉锯这个过程之中 你有看到很多那种就是 后来就是被那个拉 那个一开始先被那个志愿军攻下 然后隔天 那个那个联合国军再重新 把那个仁解军推回去 然后呢 这个时候路上就看到很多 那个联合国士兵的这个遗体 那遗体是怎么样 双手被反绑 是 然后处决在路边 是 是真的 就是真的有很多这个照片 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子 有很多这样的照片留下来 对对 那个联合国士兵 双手被反绑 处决在路边 是 所以你说嘛 你说今天 这个美中之间有一种 或者说这个 根深蒂固的这个不信任 是 这个仗其实真的就要 从那个时候就要开始算起 对 那我们回头来讲 这个水门桥 其实这个水门桥被炸毁三次 那每次都是这个 这个陆战一世的工兵单位 把它修复了 对 那其实这个真的不能不说 是这个美国强大工业力的一个反射 对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三次被这个资源军炸毁的时候 是连桥墩都整个炸毁掉 对 那当时的前线指挥官呢 是回去跟彭德怀报告说 这个桥 这个桥 其实呢 在一个礼拜之内绝对不可能恢复 对 绝对不可能恢复 对 那但是呢 这个中间的这个 复原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这个要先小维哥讲一下 美军去搜罗那个当时 因为你没有桥 部队没有办法撤 所以呢 他去搜罗这个桥材 然后当时用到 在当时来讲最新的那个C119运输机 是 C119运输机用空头的 因为C119运输机他怎么空头呢 他空头就把尾巴那个Bunk 门拆掉 然后桥材装在里面 然后用个特大号的这个降落伞 然后低空空头 然后飞机飞过去就把那个桥材这个推下去空头下来 然后工兵就拿那个桥材 他一共那个丢了八包 然后但至少工兵有拿到至少四到五包的这个样子 然后呢 就把那四到五包那个桥材拿来 架成了一个 那个就是那个在那个 可以横跃那个水门桥的一个 军用的一个这个 便桥 对 那这个军用便桥一旦建成以后 因为 以陆战医师来讲 他其实有相当 他带了相当多的这个车辆到了下捷域里 大概有1700多辆吧 我印象没错吧 至少有上千辆这个车辆 然后呢就从这个这个水门桥这样测出去 因为 当然这些这个包件 那个他当时其实相对来说 你组一个桥可能不需要到八套 但是呢 也因为要要预防这个空头的这个雾头 或者说没有办法让这个 当时的这些 这个工兵能够拿到这个足够头 所以他丢下去的这个材料这个数量 是多过搭建一座桥梁的 而且呢 当时美军的工兵把这个便桥搭建起来以后 当这个陆战第一师 跟这个31战斗团残部 通通通通过这个水门桥之后呢 美军就在那个仁解军的眼前把这个桥炸 哇 真的是太厉害了 对 所以各位观众 你可以想象 这个其实 当时他们只用了36个小时 就recover这个桥 对 有够厉害啦 那个夏伟哥其实 你在1950年代那个时候来说 这样子的工业能力 可能是全世界可能没有几个多家有 这是真的 第一你要有 你要能够在那个 当时至少你韩国没有 你可能要在临近的日本 你要有这样的桥材 除在那边 对 他是在从三菱重工赶出来了之后呢 校友哥讲的在日本跟在美军 到处这后方收罗的时候呢 送到这边来 36个小时之内把它 把它重建出来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 这也让整个陆战医师 包含这个将近10万名的难民 对 能够通过那个水门桥 对 非常顺利的撤出来 那而且这个 校友哥上次来讲 这个10万难民里面 还包含 文在寅的爸妈跟姐姐 当时从水门桥出来之后呢 当然他们就要开始往这个新南港移动 因为当时 那个联合国军的计划 就是让这个10万军民 跟这个陆战第一师呢 他们要能够从海上撤退 就从新南港撤退 那当时其实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 那个史密斯师长 他当时在一路北进的这个过程之中 速度很慢 等于说边走 这个那个 边让部队恢复 另外呢 其实他也知道 那个寒冬将至 所以呢 他其实在沿路上 先预制了一些 包含口粮啊 等等这些东西 先预制在那个路线上 所以也让 是你想想看 你今天10万人带他们走 你不是说10万人 就拉在路上 他们没东西吃怎么办 是 所以 当时这些在路上预制的这些那个口粮等等 就让当时这些撤退 这个韩国的这些难民 跟当时的陆战第一师 能够算是 非常元气满满的 进入到这个新南港 然后呢 因为你还 这十几万人撤退也要花不短的时间 时间对 那当时联合国军动了一百多条船嘛 他们一百多条船 然后所以呢 当时 那个陆战第一师撤到这个新南港之后呢 就建立了这个新南防卫圈 这个新南防卫圈当然就是后面 你26军冲上来要打 还有那27军的这个部队 上来 那个建立 那个27军的这个部队 其实27军的部队 在上来打的时候就如RJ所说的 那好几个师啊 80师、81师 大概每个师就剩下两三百人 对对对 到那个程度了 然后想 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 当时呢 以美军那个联合国军队来讲 就是白天就用F4U炸 然后晚上就用FCF炸 然后炸到你知道 就是真的那个志愿军 完全没有办法靠近新南港 所以让那个当时陆战第一师 跟他们带去的这十万难民 其实严格来说九万九千多啦 对对 但其实可以说是在 非常从容的这个情况下 慢慢的这个井然有趣的 把这些人通通撤出去 是 然后等到撤出去 那通通撤完之后呢 大概12月24号 最后一船的人上船 他们上的那个船 12月24号 12月24号 12月就是Christmas Eve 那个的时候 上最后一艘船 那那艘船是一艘美军的这个 那个快速人员运输舰 对 你要看我们中华民工海军 那些那几艘什么 老三字号那个玉山什么山什么山的那个照片 你就 都就是 你就找那样照片 就是那个样 那个就是那个 好像PFFP吧 那个叫快速人员运输舰 他其实就是过去那个美军的第一 然后他把那个上层结构加大 然后在两边加上这个人员的这个驻舱 然后就成为那种叫快速人员运输舰 所以然后呢 所有人通挤上最后要快速人员运输舰 然后那一艘船在离开新南港码头的时候 美军把剩下说没吃完的 带不走的口粮 然后一些带不走的这个机械设备 然后那个就是车辆装备等等 还有各种的那种就是备俘 什么联合国军的全部爆破 所以你就看到当那艘船还在开那个 那个缓缓的那个向外使劫的时候 整个新南港所有防射全部 那个引发非常大的那个爆炸 那当然其实那个志愿军 也就在新南港马上一圈外 看到这惊天动地的这个大爆炸之后呢 最后等到通通都这个 就是通通都那个尘埃落定 然后那个志愿军在25号进到那个新南港 就12月25号进到新南港 发现什么都不剩 真的都被炸光都被烧光了 所以也就是说 虽然说以这个战略目标来讲 志愿军达到了 把那个联合国军赶出了东西两线 然后呢第二 然后这个志愿军也达成了他的这个战略目的 占领 甚至占领到了这个新南港 塑清了长青湖周边所有的联合国军 但是他所付出的代价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那个惨重 他的这个就是以人员跟装备的损失来讲 他绝对是这个那个那个联合国军的十倍以上 是是是 真的差不多十倍以上 你看他自己所公布的这个阵亡人数大概就一万九千多嘛 是 然后后面那个还包含后面有冻死 然后冻死也就冻死四千多 没有这个毛泽东写给宋时伦的这个电报里面有讲 说的是就是非战斗检员就是冻死跟冻伤的加起来三万多的 对但是冻死有四千多 而且冻伤很多其实冻伤的人最后几乎都是要截肢 你知道为什么呢 那个就是他会伤口变黑 然后因为怎么样 因为人活着你要维持血液的 但是你知道吗 冻伤是什么 就是我告诉你你的血管被结冰结住了 然后呢 你如果在发生冻伤的时候 你没有快速的治疗的话 我想这边的组织就会坏死 因为你血过不去了嘛 而且其实 比如说你假设说你今天是这个手 这个地方五只手指头 那个都冻伤 你不是说这五个手指头截掉 你可能整个连手腕以下都要截掉 同样脚的状况也一样 所以那些很多冻伤的人 最后是没有办法再继续 那个过正常的生活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我们在这次的战争里面 也可以看到双方都是这样 在这个人民支援军上面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九兵团 就是受死轮的这个部队来说 这是损失惨重 一直让这个 第九兵团 一直要到第五次战役的时候 就才能再次投入战场 对 对那 但相对陆战医师就回去 那个修整了一个月 然后就 又继续战场 对那 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军这边 其实也有这个指挥施党的情形 对有 当然也有就是 就是有乱七八糟的情形 又有训练不足的情形等等 但是刚刚效果哥讲的 就是说美军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留下来这些 部队的基杆 发挥的非常 大的一个力量 对 让这一次的 让这个 整个这个在残浸湖这个战役来说了 这个至少 大部分都顺利的撤退 对 所以也就是说 你说战略上的目的达到 但是你说从战术的角度来讲 基本上你的人 你的那个兵力是人家的大概八倍 是 八倍以上 然后呢 最后人家居然就是陆战第一 是基本上完成了全建制撤退 是 然后还带了那个9万多 接近10万 9万8千多 接近10万人的这个难民走 你不能不输 你要说这是一个大胜 我说真的 我觉得这也没办法说得过去 但是不可否认的 你战略的这个战略的目标是达成的 但是你的代价非常的大 而且你没有办法对你的对手 造成这个负面性的这个胜利 然后反而是基本上来讲 因为人家人数少 然后拼不过你 然后但是人家安安全全的撤走 情况 基本上来讲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以这个陆战第一师来说 他们所发布的这个统计数字 他们阵亡大概加起来是700多吧 还不含第31战斗群 因为第31战斗群死伤太惨重了 但是以陆战第一师来讲 陆战第一师他们自己公布的数字 阵亡是700多 但是你对照志愿军方面这个损失 这个损失真的是太悬殊了 那也必须说真的是一个重步兵对轻步兵 然后现代化那个现代机械化部队 空地联合作战 空地联合作战 然后面对这个传统的这个步兵 一战式的这种步兵攻击 真的好你就会发现这个结果极为悬殊 对那其实这样子来说啦 比如说是毛泽东的这个战术上面 的这个布置跟要求真的是过高了 他一直想说要整个把这个陆战一师整个端掉 这个想法一直在他的整个战术的这个要求上面 都要求这个彭德怀去执行这件事情 我觉得孝伟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错误啦 相对于美军这边来说联合国军这边来说 麦克拉瑟将军一直要这个阿门的将军 是吹这个陆战一师前进 去吹31特前战战斗团前进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战术上的极大的错误 应该说当你不预期敌方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 你这样做不能算错 但是你真的遇上的时候应变又不够快 对对对对那就是造成这样的结果 那只能说居然是陆战第一师 因为自己本身的这个北京的岩武 把他救了他们一命 但是我们也必须说陆战一师的这个整个建制 设备人员以及指挥军官的应变等等上面来说 我其实在这一次的策队都看得出生的是非常的了 如果没有这些人这么努力的话 不这么优秀的话 其实没有办法救这么多人民回来 这倒也是啦 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你说长津湖 唉说真的啦 我 而且很重要一点 毕竟就是说今天长津湖是 那个志愿军他参战 而且其实严格来说是对抗了当时的这个世界的这个主流价值 是是是 我觉得要以一个希望能够在世界扮演更积极的这个角色的这个这个大陆当局来说的话 在这个时候去拍这样一个电影跟鼓吹这样的精神 我实在看不出来他高明之处啦 我我个人是 我真的看不出来他高明之处 对 不过不过真的回头来看啊 我还是这一句话 就是说整个回首 韩战在1950年发动这个战争 虽然说他到1953年 甚至一直到现在两韩也都还没有签订这个和平协定 两韩之间他们只有的是停战协定 而且这个停战协定 基本上南韩没有下去签 对对对对 联合国跟那个北韩还有这个跟中国签对对对对那其他其实没有签 那所以说其实我必须来讲 其实在很多后就是这个二世纪的战争来讲 这个这个韩战虽然说是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 可是这个韩战的残酷的程度 却是所有的历史学家所公认的 对对所以战争没有不是完完的战争是非常残酷的 对 好我今天非常谢谢校伟哥非常精彩的讲解从上一集到这一集 那这个我想这个这个 如果一般观众听不过瘾的话也欢迎加入会员 因为这个完整的部分真的只有在会员版里面 那会员版听完了之后大家真的都大呼过瘾 那真的我想我们就是我们跟 校伟哥跟我我们用了大概 快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做这样子的准备 然后花了很多精神看了很多资料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最精力的呈现不敢说最好 但是这个是我们呈现出来的长津湖战役 好今天非常谢谢校伟哥精彩的讲解 非常非常谢谢各位会员跟各位观众的参与 好在这个沉痛的这个长津湖的这个战役的终结之中 还是要感谢各位会员对我们频道的帮助 然后另外对于这个非会员 你也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为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 最后广告出来的时候 短广告帮我们看完长广告 请帮我们看30秒之后按下略过广告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帮我们分享 订阅 按铃铛 打点名嘴我们下次见 各位会员各位观众 我是阿杰 那针对我们这一次制作的这个三集片 不是啦 就是这个战死系列 这个上中下集的这个长津湖战役 我想在这边做一个这个制作后的说明 同时呢 也跟大家交代一下我们的资料来源 那首先呢 我要非常谢谢 有很多会员跟很多观众 在这个留言区热烈的讨论 在留言区一般来说 只要不涉及人身攻击或者不明所以的留言 我都会让大家畅所欲言 但也要请大家秉持校伟谈军事 观众的会员高水准的见识还有胸襟 来进行讨论 这样子一定可以让我们的留言区变得更多真相的来源 或者有更多新资讯的来源 那这也就是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增广见闻 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共同做到的 也是我们这个节目跟其他YT军事相关频道 比起来有不同的地方 接着我要来介绍一下这一次我们的资料来源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参考书目 第一本是最寒冷的冬天 也就是原著The Coldest Winter 这是美国著名的记者与历史学家 David Havistam的巨著 也是他最后一本大型的作品 Havistam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 全新从事记者的工作 并且在1964年得到普利之奖 是美国新闻界非常著名的新闻工作人员 在新闻工作之外 他也勤于收集历史文献 并整理后出版重要的历史事件 那这本最寒冷的冬天就是其中之一 也是他最后的作品 之所以认为这本书的可参考性很高的原因 不只是因为Havistam这个名字 而是书中的叙述 几乎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有所本 可以想见 作者真的在写作的过程中 经历了大量的考据 可惜的是 这本书的繁体中文翻译是两位中国人 我对照了英文与中文版之后 发现确实出入不小 这在中国的出版品都必须通过审查的状况之下 是不难理解的 所以如果想要参考这本书的朋友 我会建议直接参考原文会好得多 第二本是The Career War 作者是Bruce Cummings 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林天桂先生 是国内非常著名的译作家 翻译的文字姓雅达而师生文坛 很可以看 原作者Bruce Cummings教授 是芝加哥大学著名的历史系教授 东亚史与韩战就是他的专长 他跟韩国的关系也很深 除了曾经在韩国服务之外 也娶了韩国老婆 这本书可以说是他一生研究的精华 有趣的是 如果刚刚提到的最寒冷的冬天 是从美国方面来看韩战 那这本The Career War 就是从苏联的角度出发来看韩战 观点虽不同 但也很严谨 有值得参考之处 比如说Cummings教授估计 整个韩战中志愿军的死亡人数 估计到95万这个数字 也使得苏联解密资料中 史达林拿到的报告 100万人变得有支持的基础 目前Cummings教授仍在不断的发表 关于北韩与冷战时期的相关文章 着然成家 第三本参考书来自中国的 韩战与冷战研究大学者 就是沈志华教授 他在台湾出版的 朝鲜战争 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沈教授对韩战的研究 有一种令人敬佩的热情 他自己不断的在购买 参考研究所有解密的相关文件 同时沈教授在YT上也留有一些演讲 都很好看也很好听 你一不小心就会听完他两个小时的演讲 但是这本书里面主要是呈现解密的文件 沈教授自己的评论并不多 而这些珍贵的解密文件 与内容都是让我可以更清楚的了解 这场战役的资料 在这里真的非常推荐沈教授的研究跟演讲 真的是非常会讲的一位学者 他讲史达林跟毛泽东 我是一听再听听不腻的 其他的书籍呢 主要是一些关于韩战的回忆录啦 像是这个Meshul Ridgeway将军的这个回忆录 以及这个麦克阿瑟将军的回忆录等等等等 可是关于韩战的回忆录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所以在这里没有办法很完整做所有的参考跟整理 我在这里也跟大家做个抱歉 那另外就是关于这个影音资料的部分呢 有些部分我也是非常推荐的 那也有重度的参考 在这边也列出来跟大家报告 比如VOA 也就是美国之音制作的韩战的战斧系列 整集都很好看 而且很特殊的是 从战斧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战争 可惜的是在长津湖这场战役中 没有什么太直接相关的资料或访谈 还有Discovery也有为陆战医师 一位华人中尉屡超然制作的专辑 可惜把他的姓弄错了 变成李中尉去了 以及非常重要的是美国陆军与陆战队 都留下一些影像资料 有些甚至是1950年代制作的 那些影像与旁白的说明参考性就非常的高 很推荐有兴趣的朋友参考看看 好以上就是我制作这三集 上中下集战史系列的长津湖战役的最主要的这个资料参考的来源 那由于我自己也没有做过这种这个历史相关的这个修正工作 那么这是我第一次这个读了这么多资料之后来制作节目 那所以如果节目之中有这个谬误或不正确的地方 请大家一定要提出来让我知道 在这边非常谢谢大家 最后我想交代一下 主要参加这场战役的双方将领的后来 就是在这场战役之后他们到底怎么了 美国方面第10军团的指挥官Edward Ellman 那他随着1951年迈克阿瑟将军被解职 那长期作为参谋长的Ellman将军也就回到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来当校长 不过这个工作看起来他做的不是很开心 所以很快的就在1953年就退伍了 退伍之后他从事保险相关的工作 到1979年高寿86岁过世 长青湖战役的主角 美军陆战医师的师长Oliver Smith将军 他在成功的率领大部分弟兄 从新南港撤出后一个月 继续率领整补后的陆战医师 再次投入韩战的第四次战役 不过这时候的第10军团的指挥官 已经从Ellman将军变成Richway将军了 1953年升中将并且转调大西洋战区 1955年升四星上将后退役 比较少人知道的是Oliver Smith将军 是从UC Berkeley毕业之后加入陆战队的 因此他的绰号就是Professor 那Smith将军后来在1977年的圣诞节辞世 享年84岁 他在长津湖这场战役 救了快要10万难民出来 我想他应该是没有问题绝对在天堂了 那在志愿军方面呢 这个智师总司令彭德怀 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首任国防部长 1955年被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阶 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二 仅次于朱德 但后来因为与毛泽东的冲突 这个详细的内容资料现在也莫衷一事 总之他在文革中这位第二大元帅非常的惨 被红卫兵批斗啊打头啊殴打啊打耳光啊等等羞辱 当时他已经是七十几岁的老人家 那看留下来的影片跟照片真的非常的凄惨 他后来没有挨过文革在1974年辞世 第九兵团的指挥官宋实伦 在九兵团回国之后交出指挥权并且升为上将 不过在文革期间还是很难过 只是详细的资料并没有太容易找到 比较清楚的记载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 宋实伦是反对出兵镇压群众的 1991年辞世享年84岁 另外是第九兵团的副使为官陶勇 他在1952年转任华东军区的海军司令员 他曾指挥多场与国民党海军的海上战斗 后来升任东海舰队的司令员 他却在1967年被发现头上脚下的死在 东海舰队招待所花园里面的一口井里面 那关于陶勇之时众说纷纭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很不幸的故事 好 以上是RJ向各位会员跟各位观众 做的这个简单的这个制作后的报告 那希望大家喜欢 那也希望呢 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这个观众可以 也参考我们的参考资料 然后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那大家也可以有更多的讨论 最后我还是要谢谢 这个会员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支持 那也要请这个观众们能够帮我们 订阅按赞分享讨论 并且开小铃铛 那在这边非常谢谢大家 请帮我们分享订阅按铃铛 打点名嘴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